公車司機舉手示意 準備讓乘客下車 但才剛靠站 只見大批員警衝上車 一路往車廂內走 將50多歲男子層層包圍 事情發生在南韓光州 當時乘客反映後座一名男子鬼鬼祟祟 拿著手機偷拍女性身體 為了不打草驚蛇 司機請乘客以簡訊報警 警方擔心嫌犯可能逃跑 透過簡訊掌握了公車位置和行進方向 在車站等待 只不過一件警察上車 男子一次立刻躲到椅子下 試圖把照片刪除 隨後也乖乖跟從指示 招出手機 但裡面沒有偷拍照 原本男子一開始還想耍賴 但發現騙不過警方 只好再上繳另一隻手機 警方當場人葬巨獲逮捕